吉安刚大学毕业,为什么会有人在他身上投资一千万?连交受骗,连家里的积蓄也被亏光,他真的值一千万吗? 吉安和女友静静从大学毕业了。 吉安读的是历史专业,虽然成绩明年前茅还是班里的干部,但是专业小众,想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还是难上加难。 相反,女友静静很快就收到了报告通知,顺利地去了大企业上班。 吉安的父亲以修自行车为生,母亲因为生病,后半生只能坐在轮椅上生活。 多亏静静经常过来探望,无聊的日子里才有了点欢笑。 静静母亲的日子也不好过,常年受儿媳妇欺负,就因为她占了一个房间。 吉安这个准女婿急忙表现自己的态度,等她和静静结婚了,就把阿姨接过来一起住。 话说的是好听,可毕业都半年了,连份正经的工作都没有,买房结婚的事还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。 有了给岳母的承诺,简更加地努力找工作,可一天下来还是没有任何收获。 回到家里也是一副新高的模样。 再加上静静比自己先找到工作,她更加地郁闷了,怎么有眼无珠的人这么多? 就连静静想帮她修改下简历,都被她呵斥劝退。 第二天,静静换了一身职业装,准时地来到公司上班,但刚到楼下,裙子就被抬着一辆自行车的男人,不顺滑破。 就在男人想掏钱赔礼的时候,静静因为着急上班,自认倒霉,没何的计较。 吉安这边一直四处碰壁,就抽空过来帮父亲看会儿摊子,但零件还没收拾好,就和一位老人杠上了,只见老人不言不语,默默坐在墙角,一口花生米,一口啤酒。 这可气坏了吉安,没想到就连一个收废品的老头都瞧不起自己,说着就要推走老人的车。 不修车可别在这影响生意,老人也不甘示弱,你推我就拦,一时之间两人僵持不下。 得亏赵父及时赶来,两人间的较劲才到此结束。 这时,把静静裙子滑破的男子却出现在这儿,原来他是海外归来的孝子小陈。 他听说这百八十里,赵父修车自个最老,所以想请他帮个忙。 小陈从车里推出一辆老凤凰产的自行车,一看就有些年头,可惜少了个前咕噜。 小陈也为此发愁,这辆自行车是父亲留下的遗物,他想在母亲生日的时候,把这辆自行车完完整整地送给他。 只见赵父直接婉拒,别说原产的车古路了,就这牌子的车都很少见,他也爱莫能住。 见赵父这样说,小陈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意,要是修好了这辆自行车,他会给一万元的酬劳。 一旁的吉安听到这儿,急忙拧下这本差事。 别说一个车轱辘,为了这一万块钱,他重新给小陈买一辆都不在话下。 收费品的老头也听完了过程,临走前还朝着吉安挤动着眼睛。 这可气坏了吉安,一个说破烂的,有什么可牛的? 憨厚老实的照妇,看不惯儿子的态度。 这位老人野怪可怜的,以石荒为生,美儿美女,又是个哑巴,久而久之,街坊邻居都管他叫怪爷。 接下来,吉安跑遍了大大小小的自行车厂,都没有找到匹配的,正当没辙的时候,怪爷却突然扔过来一个圆盘,打开一看,正是原产的车轱辘。 这让父子两人又惊又喜,一万块钱也顺利到手。 只不过,赵夫要把这钱一分为二,给怪爷送去五千,毕竟车轱辘是人家给的,吉安也不好拒绝,于是带着五千块钱走进了怪爷的大院。 眼前能落脚的地方,全都堆满了纸箱和饮料瓶。 吉安还没来得及细看,刚掏出一扎钱,就被怪爷连推带打地赶出了院子。 可谓是人如其名,确实怪,放着满院子的废品,都不要现成的钱。 吉安气愤地回到了家,赵夫见状,只是笑了笑,又给儿子出主意,买两瓶酒再过去看看。 果不其然,这次怪爷热情地招待了他,一进屋,映入眼帘的全是古色古香的家具。 正当吉安诧异的时候,怪爷却出话了,原来他一直都不是哑巴。 九过三旬,怪爷劝告吉安,年轻人若不到社会上历练自己,来磨灭自身的浮躁,则一事无成。 吉安听进了心理,第二天就考察了许多市场。 碰巧遇到了自己的老同学,老同学干着自己的老本行,一件高仿的瓷器就能卖到四万元,这让他动了心。 但是想进军古玩界,只有一张历史专业的文凭是远远不够的,还得需要经验和资金的积累。 所以,吉安转身就决定,先帮赵夫修理自行车,这样又能锻炼自己,还能积累创业经验。 他还承评静静会尽快挣够首付,然后就结婚,把岳母接过来一起住。 静静听得一头雾水,原来这几天啥也没干,光修自行车了。 静静知道吉安做事经常一头热,便好心劝他,找一份正经工作,踏踏实实地过日子。 但吉安哪听得进去,现在满脑子都是古玩界的利润,女朋友不理解他,只能找怪爷喝酒姐闷。 几瓶酒下肚,怪爷觉得不过瘾,就拉着吉安去挑自己存放的酒。 这间怪爷打开隔壁的一间屋子,这可吓坏了吉安,没想到这是一间样样俱全的书房。 吉安看到纸墨就走不动路,拿起毛笔叫给怪爷露一手。 怪爷见状也不示弱,熟练的手法让吉安甘拜下风。 没想到胡子拉长的怪爷竟然懂书法,但令吉安震惊的是还在后面呢。 怪爷的酒柜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系列的名酒,不管是老包装还是八九年产的,这里一应俱全。 没想到一个收废品的老头竟然还是个收藏家。 从这之后,吉安一边给父亲帮忙,一边去怪爷家喝酒聊天。 就在怪爷被一位中年人欺负的时候,也使他挺身而出。 正当生活安稳的时候,他与女朋友之间却出现了第三者。 这天,静静的公司组织聚会,他想让吉安换身衣服陪自己一起去。 人靠衣装马靠安,吉安换过衣服后,引来不少同事的围观。 为了有面子,静静告诉同事,自己的男朋友是在博物馆工作。 吉安也配合他演了场戏。 只不过这时,小陈却突然出现,一眼就认出了吉安,是给自己修自行车的人。 就这样,静静的谎言也被揭穿,公司的女同事更是对他冷嘲热讽。 吉安听来听去终于明白,原来小陈喜欢自己的女朋友。 面对小陈的信久,吉安没有理睬,挥秀而去。 静静和小陈究竟是什么关系? 为何公司的女同事双双挤对他? 这还要从静静刚入公司时说起。 为了给领导留下一个好印象,静静每天都会提前到公司,给同事们整理文件。 而小陈正是这家公司的经理。 碰巧这天,小陈通宵还没有下班,就碰到了静静。 静静也认出他就是划坏自己裙子的人。 但他为人大气,不与他计较。 看小陈经常喝咖啡,就把手中的菊花茶送给了他。 小陈在公司也是一朵花,众多单身女性都幻想能够嫁给他。 但小陈唯独对静静,情有独钟。 这可害惨了静静,不止工作上受累,人际关系也受到排斥。 所以就想趁着这次聚会,带着吉安告诉大家自己有男朋友,可没想到最后闹成了这样。 吉安不了解静静的良心用苦。 回到家后,找到怪爷就是一顿牢骚。 尽管怪爷劝他,静静在追求者面前表明两人的关系,那就说明没有什么。 可吉安还是觉得两人有一腿,还坚信都是没钱惹的祸。 所以他必须得离开修车摊,出去挣大钱。 吉安一头热的毛病还真被静静说准。 第二天,他就穿得人模狗样的,来到了古玩市场。 左看右看,也没找到值钱的玩意儿。 这时,一位古怪的摊位,吸引了他。 这大白天的,竟然把商品全都盖着。 吉安倒想看看,这有什么稀奇的东西。 这一看,还真让他找到了值钱的,一个名城华年间的豆彩鸡钢杯。 仔细一看,其实是青庸正时期的旧坊官瑶。 虽说是坊的,但也是个老物件,也能支点钱。 吉安与贪主谈来谈去,最终谈成一口价八千块。 吉安急忙跑回家,向父亲借了八千块,从而买下了这个豆彩鸡钢杯。 现在,他已经完全沉浸在发财的梦里。 就连静静邀请他回家吃饭,都被他一口回绝。 在回来的路上,吉安遇到一位老先生。 老先生自称姓高,在财政局工作。 他一样就看中了这件瓷器,家里正好有个一模一样的。 他表示,愿意出三万元买下,和家里的凑成一对。 吉安想了想,觉得净赚两万二,也不亏,就印下了这场交易。 高局长让他明天四点之后,在财政局门口等他。 第二天一大早,吉安就准时等候在门口。 但高局长却等到职工走光后,才不紧不慢地赶来,并且给了吉安三万元现金。 还让他以后再发现什么好物件,也让自己痒痒眼。 吉安挣到第一笔钱后,变得很牛气。 一脸骄横地把钱甩到父亲手里,还称,这就是自己所学的专业,赚钱就是这么简单。 说着,还抽出两千块零桶,带着静静去高等餐厅吃饭,还宣布自己今天正式进军古玩行业。 没过多久,他再次来到了古玩市场,还遇到了上次卖给他斗彩鸡钢杯的摊主。 这次,摊主又淘到一个好物件,就看吉安有没有财力收走。 现在的吉安背后有金主,高局长撑腰。 所以钱不是问题,就让摊主拿过来看看,一看,竟然是乾隆时期的青花小梅瓶。 他急忙给高局长打电话,并且还拍了照片。 高局长看了看,不管是从右色,款式,还是品项上来看,都是上等的精品。 所以,他老愿意出三十万收藏,这可把吉安激动坏了。 急忙找摊主商量价格,摊主也是真金白银收的,所以最低六万让他拿走。 吉安没有起任何疑心,但父亲总觉得哪儿不对。 但现在吉安已经接近疯狂,二十四万马上就要到手了,他一刻也等不及。 再说,前两天挣的两万多,也是货真价实的。 所以,照妇就东介西凑的,给了他六万块钱。 梅瓶也顺利到手,他急忙跑到财务局门口,等着高局长出来。 眼看房子的首富就要到手了,他忍不住联系静静,炫耀一般。 可等到了约定时间,高局长迟迟没有出来,电话也打不通。 吉安沉不住气了,跑到前他一问,原来,真正的高局长已经去灾区原见半年了。 他又慌慌张张地跑到谷玩市场,发现摊主早已跑路。 回到家后,他看到父亲辛苦的背影,迟迟不敢回去。 静静的电话他也不敢接,只好找到怪爷指点一二。 怪爷一看,原来这是一件整气座尾的仿词,技法非常精湛。 吉安终于明白自己被涉局了,既然事已经发生了,怪爷劝他跟赵父坦诚一切。 吉安悔恨当初,决定放下大学生的架子,跟怪爷一起收废品。 他还把怪爷从头到脚地捣尸了一遍,自己则是戴着草帽,拿着抹布。 可没想到,在S收废品的时候,吉安碰巧遇到了静静公司的一群人。 面对嘲笑,静静劝他找个正经工作。 吉安一听不乐意了,工作难道还分什么贵贱? 俩人闹得不欢而散,可说到底,静静心里还是有吉安的。 他为了吉安放下架子,找到小陈,想让他帮吉安找份合适的工作。 不久后,吉安高高兴兴地去应聘,可听说是情敌帮自己找的工作。 拿着简历,头也不回地离开,还跑到静静公司门口大闹一场。 鼠骂小陈不知廉耻,自己的好心被误解,气得静静正是和吉安分手。 吉安气不过,又找到怪爷喝酒。 他觉得大学几年的感情,为什么只要参加了工作,就什么都不对了。 静静这边也郁郁寡欢,公司的聚会也提不起精神。 两人分手之后,吉安全心地投入到收废品工作。 巧的是,这次他又遇到了静静和小陈。 看到两人从酒店出来,吉安顺时变了脸色,还表示不认识两人。 没过多久,怪爷看时机成熟了, 就让吉安把一封信和锦和交给一个叫黄鹤明的人。 吉安到地方一看,怪爷所说的黄鹤明竟然是一个大集团的董事长。 不仅如此,黄董还问他,和叶贝勒是什么关系。 吉安听到一头雾水,叶贝勒又是谁? 还没搞明白,吉安又被锦和里的物件所惊到。 眼前的山水化正是清出四大化僧之一,史涛的真迹。 吉安想不明白,这是怎么回事? 怪爷到底是什么身份? 原来,叶贝勒真名为叶景天,也就是现在的怪爷。 曾经的他腰呈万贯,但遭到仇家的迫害,身怀六甲的妻子死于非命, 唯一的孩子至今也没有找到。 从那之后,他就再也不愿意说话。 直到遇到吉安,他就决定帮帮这个迷茫的年轻人。 今天的这幅画出现在此,也是因为他,这幅画价值千万。 怪爷要将这笔钱全部投资在吉安身上。 于是吉安拿着这笔钱,在当地开了一家养老院, 将怪爷和父母,以及静静的母亲,都一起接了过来。 至于静静,也不愿意做附家的全职太太,于是辞了职,回到了吉安的身边。 怪友,讲述了大学生赵吉安,因为找工作,发生的一系列哭笑不得的故事。 结识怪爷,是他人生中的转折。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像他一样,幸运地遇到贵人, 但只要不浮躁,终会露出锋芒。 从赵吉安身上,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自己,迷茫、焦虑、不自信。 面对金钱时,经不住诱惑,自认为是高高在上的大学生,怎么会受骗? 但事实证明,不出去磨练,文凭当不了饭吃。